结婚第七年,我和梁许提出了离婚,原因很简单,卧室的床上发现了不属于我的头发,我举着那撮骚毛和梁许对质,它依旧百般抵赖,就这,我调出来早就安装好的隐藏监控器拍下的画面翻看,好家伙,原来我那坐经老婆婆在家也没闲着,在家庭保洁的时候,阿姨皱着没和我说, 吴小姐,你家地板和床顶上碎头发太多了,打扫起来费事,这次您得一小时给我们多加十元钱的,我有些正愣,毫无意识地反驳它,不可能的,我床顶上最用心了,平时讨厌拉里拉遢,所以床单,枕头上遗留的毛发,杂屑,我都随时整理,我的床上怎么会有头发呢? 宝洁阿姨示意我自己看,进到我和梁许的卧室,真的就看到了浅棕色的长发,散落在枕头,以及地毯上角落,给宝洁阿姨解了账,我在沙发上盯着那些头发很久,后来,我还是打开了家里面我之前偷偷放置的监控器,我在手机上的显示屏上翻看了好一会儿,找到了我最不想看到的画面, 师傅,今天怎么把我约到你家了?好刺激的,声音甜腻,带着些许的妖娆,然而我的心在看到这人的脸后,彻底地凉了下来 这个女人是梁许的同事,叫许悦,是在她之后进单位的,平时就叫梁许师傅 梁许轻浮道,放心,你嫂子今天回娘家,就是在家,她也不敢管我 许悦甜甜地笑了,我就知道,我师傅最厉害了 这种骚话,对于结婚七年我也从来说不出口,但是刚进入社会的青涩女孩说出来,足够让人鼓酥了 果然,画面逐渐变得不可描述起来,那破碎的梦浪之声犹如锥子,就这么狠狠地凿进了我的脑袋 关于梁许的一切,我都太熟悉了 刚刚结婚的时候热情似火,可是渐渐的时间磨平了我们所有的激情 不知从何时起,我们不再有沟通,不再拥抱,不再在一起过夫妻生活 看着监控器中交缠的赤裸身影,想着那句经典名言 孩子不饿,确实是外面零食吃多了 直到太阳西沉,我一直坐在沙发上,沉默无声 任由手机上的屏幕逐针的变换 我无法压抑住自己翻涌的情绪,脑袋里面总是出之前的事 那是三年前,我小产,接着住院 期间给梁许打电话,就一直无法接通 后来他解释自己在外地出差,给新来的同事培训 忙得脱不开身 那时突然地流产,孩子地离开,处理不好的乳腺炎 让独自住院的,我痛得几乎流干了眼泪 或许冷漠的根,从那时开始就种下了 现在他开始和别人翻云覆雨了 原来年少的情爱,真的是有保质期的 现在赏位期过了,只剩下了酸楚 我将监控的画面默默保存 掏出了皮包里面准备好的离婚协议书 这份协议在我包里面已经悄悄地放了好久了 是我自己没有狠心拿出来过 说白了,是现在的我舍不得年少的那份真 算来从上大学开始,我已经喜欢了他那么久了 久到已经占据我整个年少时光 墙头马上摇相顾,一见之君即断肠 后来又后来,我真的如愿和他在一起了 我深知他的妈妈不喜欢我,可是那又怎样呢? 未来是我和梁许过日子 又不是和老婆婆绑定 当时的我多天真啊 以为我扛住了来自家庭的压力和梁许结婚就能幸福白头 但是有些道理是结婚后才知道的 比如,嫁给一个人,是嫁给他社会关系的总和 婆婆见缝插针地插手我们的生活 小到买什么颜色的衣服 大到什么时候要孩子 甚至哪一日行房过夫妻生活,他也要来发信息指导 我和婆婆的矛盾日复一日地变大 但是任由我在家里如何哭闹 梁许总是没好气地对我 那咋整,她是我妈 你要是和我过不下去,可以离婚了 她拿捏住了我的三寸 我就此掩齐息骨 经我思来,打败我的从不是她 而是我付出的那些真爱 现在,我不再爱她了 或许,为了家里的几根来历不明的头发 就轻易离婚,听起来有些可笑 但是那确实是压倒我的最后一根草了 梁许在深夜回家了 换上家居服,在沙发前坐定 我将离婚协议书递了过去 她有些不耐烦 傻玩意啊 你能每天别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行吗 我打断她 你好好看看,是离婚协议书 里面有些东西需要你确认 梁许愣住了 随后漫不经心地翻看了几下 嘲笑我说道 无疑,你胡闹什么 用哪根筋搭错了 上演这一出 我淡淡地看着她 眼神中早已没有了往日的炽热 接着冷冷地说 我看见家里面别的女人的头发了 梁许簇着眉 你有病吧 就这点破事啊 我点头 是啊 就是因为这点破事 她还是端着一副正义凛然的模样 接着说 别人不小心张我身上的头发 也能算离婚的理由 你真是可笑 她仿佛看笑话的样子盯着我看 想象着我和从前一样 对她摇尾起怜 卖笑求和 但是此时的我还是无动于衷 终于过了一会 她直接翻到离婚协议书的最后一页 签上名字扔在我脸上 冷笑着说 现在你开心了 我今天就明白地告诉你 等你后悔那天 可别用一哭二闹三上吊那些下三滥的招数 那样只会让人更加烦你 像恶心臭虫那样恶心你 我的脑袋很痛 有种被人抓着揍了一顿的感觉 原来语言的暴力 也可以伤人如此之深 我原来最亲密的爱人 也最知道在哪里扎上一刀 我会痛彻心扉 我忍着头痛开始收拾衣服 告诉她 明天上午 你抽空就去民政局一趟 咱们把证领了 就算是彻底结束了 这次 梁许梅再继续讥讽 我她收起她嘲笑的表情 站起来看着我收拾 无疑 你给我来真的 你可想清楚 这次你再怎么求我 我都不会回头了 我白了她一眼 停吧 别说了 明天准时九点 见面就完事 多余的话 咱们就没必要啰嗦了 行 无疑 有你的后悔的一天 我收拾好了自己的东西 放在了一个小小的行李箱里面 很可笑 相识十余仔 属于我自己的东西 竟然只有这样一点 看来 我在这段婚姻中 真的迷失得够久的了 从那个房子出来 我住到了会展中心附近的酒店 夜幕降临 摩登城市依旧车水马龙 我躺在那高高软软的床上 细细想来 或许离开凉许 离开了那个家 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 我没有难过的 想跳楼自杀 没有抑郁难书 相反的 我竟奇妙地 有种大梦初醒的怅然 或许 在我自己都不知道的时候 我就已经早早地不再爱她了 第二天 我在民政局门口 没有等来梁许 等来的 却是我最憎恶的老婆婆的电话 她干瘪的嗓子哄着我 哎呀 你在哪呢 我听小许说了 你最近不开心 因为一点小事要离婚 那可不行啊 那小许在单位 面子往哪放啊 又来了 还是老样子 梁许是他妈的精准传话者 是一字不差的复读机 我的死活 他们永远不会管 关心的还只是面子 往哪放这种小事情 慕慈子笑的戏码 他们演得永不知疲惫 妈 那你和小许说说呢 今天咱们去单位找她 你帮我们从中间说说和 我配合着他们演戏 梁许那个缩头乌龟 事情不闹大 她永远都得躲在那个龟壳里 因为我的顺从 老婆婆声音里都带着雀跃 哎 这就对了 啥事都得听妈的呀 之前的我始终坚守着家丑不可外扬的信念 所有的委屈都咬碎了牙 往肚里面咽 外人都觉得我们家婆媳和睦 母慈子孝 好不和谐 今天我一定撕下这块丑陋的遮羞布 我和老婆婆约定在梁许的单位门口 市政服务大楼 她平时就坐在这里面办公 挺好的 人来人往 适合喧嚣 梁许啊 既然你不去民政局找我 我就来你单位抓你了 上楼我就看到了梁许 边上坐着的果真就是她的小徒弟 哦不 是她的床扮 许悦 你怎么来了果然 梁许看见我没好气 他妈一看我们又要吵起来 忙打圆场 一一说 知道自己错了 和你道个歉 这是就算翻篇了 敖小许 我直愣愣地盯着她 妈 饭可以乱吃 但是话可不能瞎说呀 我从来没说我要道歉 出轨的人是你宝贝儿子 你可以自己问问他呀 我这话一出 周围乌泱泱办业务的工作人员和群众 马上都很有默契地静下来了 果然人类的本质是吃瓜 大厅主任过来打圆场了 现在还没下班呢 你们有什么事回家再说 但是我那婆婆最看重面子 凭我对她的多年了解 这个结果严 怎么会让我信口开河地乱给她宝贝儿子扣帽子呢 果然 她脸色骤变 丢了她原来的虚伪假笑 跳脚大骂 无疑 你在鬼扯什么呀 你凭什么给我儿子泼脏水 你马上给我认错 她越说越激动 越说越大声 周围的围观办事群众也逐渐增多 我上前一步 看着她那三脚眼无辜地说 婆婆 我没有鬼扯 真的是她俩上床了 我有证据的 我伸出手指 指着惊恐的许愿 和脸上挂着怒气的凉许 我见婆婆听到我说有证据 气势上就有些松懈 但是现在我必须给她加把火 让她的怒火烧得旺旺的 用只能她听到的声音 做着口形 死老太婆 婆婆气得直翻白眼 梁许赶紧扶住她 老太婆站定 压着嗓子冲我尖叫 你少给我来这套 什么证据 你现在倒是说呀 说不出来的话 你就是诽谤我家小许 马上下跪认错 我见戏已经演到此刻 必须上点眼泪公示了 但是 女人的眼泪是珍珠 在不爱了的时候 真是想挤都挤不出来 算了 在脸上胡乱的抹一把吧 周围围观的群众站得远 任谁都看不清楚 是真哭假哭 我低声啜泣 颤抖的手拿出手机 调出了早已准备好的视频 梁许他们自然不知道 我手头上有他们欢好的视频 当我按下播放键 画面里面传出了 嗯嗯啊呀 梁哥好大 月月好紧之类的浪叫 围观的办事群众轰然炸开锅 梁许的脸上彻底挂不住了 老太婆一把抢过了我的手机 发狠似地摔在地上 咬着牙说 就是你的不是 你要是伺候我家小许舒服了 她能去外面找吗 所有人都被婆婆地歪到天上的逻辑 给雷猛了 同时对着梁许和许悦他们出轨行为指指点点 我装作小白花枯的上气不接下气 任有好心人将我扶到边上的会议室 去到会议室 我给自己拿了苹果汁 润了润一味演戏干雅的嗓子 外面还是很热闹 听声音 好像老太婆在众人的声讨声中气晕过去 120给拉走了 我在这偌大的会议室里 犹哉犹哉地挽起了手机 过了一会 梁许果然怒气冲冲地推门进来了 他进来二话没说 举起我的手机往地上使劲砸去 无疑 闹到现在你满意了 我告诉你 婚我不可能离 我就是要拖死你 我翘着二郎腿 满不在乎地说 好啊 当然可以了 你可以拖着我 反正也拖了我这么多年了 但是离婚协议书 咱们已经签完了 我明天就去法院提告 到时候分居两年 咱俩也就自动离了 我见他脸色气得铁青 接着拱火 哦 对了 你和你拼头恩爱缠绵的影像 我早就上传到远端了 你想要随时给你拷贝一份 方便你欣赏自己的英姿 至于手机嘛 是你还这月供给我买的 随 便 你 摔 梁许气疯了 满嘴的乌言慧语 开始疯狂砸东西 弄出的巨大声响 惊动了行政大厅的派出所公安 之后 他就因为故意损毁财务罪 被公安带走了 如此的一场人间闹剧 以我的阶段性胜利落幕了 我回到了自己的娘家妈家里面 无论何时 这里都是我最温暖的港湾 这天 我边吃草莓 边看综艺哈哈大笑之时 闺蜜给我打了个电话 小乙 你知道吗 今天我在楼下 看见你那恶婆婆和我那老公了 哎 不是哦 定证一下是前夫 再说 看见他们就看见呗 怎么了 你听说了吗 梁许从他们局里管事的岗位 被录下来了 说是五年内不得晋升 取消一切评讲评优的机会了 还有那个 他那拼头 也是 受不了别人指指点点辞职 远走他乡了 公务员哎 铁饭碗哎 说没就没了 真叫人唏嘘 闺蜜好戏没看够 声音还有点意犹未尽的 是吗 反正他们如何都和我没关系了 我无所谓的说 但是 小乙 最近你小心点 我在楼下听到 这两天 他们要去你娘家讨说法 你可千万小心啊 他有些紧张的说 放下了闺蜜的电话 我在心中暗暗盘算 还来找我 这是脸打得不够疼吗 果然 黄昏时分 我家的门铃响了 开门 是大黑脸的公婆 和窝团肥凉许像温神似的 在门口站着 我爸妈知道我最近发生的事 所以并没有照顾他们 但是人家哪里要脸 没换鞋就全都进到屋里 一屁股坐到沙发上了 亲家公 亲家母 你家女儿 你们太欠管教了 黑脸婆婆 义正言辞地说 一脸凶向的前公公 也旁边帮腔 他把我儿子的前程 都给做没了 今天我们来 就是讨要个说法的 我眉头深皱 人不要脸天下无敌 老太婆和老头子 满嘴喷粪 但是梁许就像没听见一样 在沙发上的 看着他爹妈疯狂输出 一如既往 和之前的每一次一样 梁许不会有一次 和我站在一起 同样的 也不会替我说一句话 梁许她妈 是一个从来都没有 念过书的农村妇女 培育出来一个 国家公务员儿子 自豪的脖子 都能撑到天上 她控制欲望极强 我还记得 当时我和梁许结婚的时候 她哭得梨花带鱼 嘴里一直喃喃道 养了这么多年的大儿子 今天就是别人的了 后面过日子 她一天打来舞 六遍视频通话 和儿子聊天 她强势地 入侵我生活的 每一个角落 表面上总是和我笑嘻嘻的 但是背地里和公共 儿子戳磨我 尤其是关于孩子的事情 我们发生过 无数次的争执 没怀孕的时候 她妈深夜给我发信息 儿媳妇啊 妈妈告诉你 你和梁许做完爱 你得倒立 这样经验 才不会流出去浪费 还有啊 儿媳妇 你们这次做完爱 还是没有怀孕的话 你去医院查查 看看自己哪有问题 怎么结婚这么久 还是没有动静呢 这不仅是你 无以一个人的问题 而是你整个 无视家族的问题了 当时我真的震惊了 这是一个婆婆 该说出口的话吗 我拿给梁许看她妈的种种奇葩言论 梁许表现得不耐烦 我妈这么大岁数了 想抱孙子 有错吗 你一天别老挑事了 我也逐渐清醒 在他们老梁家人眼中 对象是谁不重要 无以 无猫还是无狗都不重要 因为他们想要的 只是快点抱上男孙 而我只是他们的运达快递 但当时我对梁许的爱 冲昏了头脑 打了无数的针 忍着无数次的疼 终于试管婴儿成功了 老太婆这边又开始上戏了 哎 无以不让人省心啊 明天 让梁许领你去外地 找妈认识的老中医 让她把把脉 看看孩子在肚子里面 站住了没有 当时梁许对老太婆这样安排 颇有微词 她也不想放着当地正规医院不去 去找一百公里外不知名的挂牌中医 但是碍于她妈的强势 她没办法 只好开车两个小时 去找那个老中医莫迈 其实说是老中医 不如说是老神棍来得妥当 因为他俩是通过线上的一个农村 迷信群认识的 他灰白的三角眼 朦朦胧胧的 无精打采 神棍只是略微搭手 就摇了摇头 没有 你这肚子里的孩子站不住 婆婆对于她的话深信不疑 马上跳脚 破口大骂 你这赔钱的货 白瞎我家的六万块钱 坐试管的钱 我不管 你是去卖 还是去借 把这花的六万块钱的窟窿 给我堵上 什么难听的话都出来了 至于同行的良许呢 我那伟大的妈宝男老公 如同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沉默地回到车里 摆弄手机 我委屈地崩溃大哭 那时的我认为 给是老梁家生孩子 才遭了那么多的罪 取卵针又粗又长地扎进去 胚胎放到身体里 每天打得真让我也痛不欲生 结果换来所谓家人的 如此冷漠对待 因为我的持续的情绪抑郁 孩子真的就掉了 在后来我流产小月子 婆婆每天背地里 给我拉下黑脸 给我脸色看 我受情绪控制 乳腺气到发言住院 但是梁许还是觉得 他妈养她不容易 对他妈一句重话都说不出口 她怎会知道 每次她无声地沉默 都是对我最严厉的审判 现在我自然不会像以前一样 忍气吞声 我猛地站起来 用手指着老太婆的脸 愤怒地说 阿姨 我现在想问你有没有家教啊 宝贝儿子让你管成这样 你自己不反思 反而跑来我们家来 无能狂吠 这时梁许也站起来了 大声地说 无疑 你怎么能和妈这么说话 我冷笑一声 哼 妈 她也配 你们少给我来这套 我一下子大爆发 多年来的委屈 一下子全都倒出来 现在我们离婚了 你凭什么来我家大小生了 你就是个窝囊废 你知不知道 你爹你妈参与我们之间太多 就只能更证明你的窝囊 你爹你妈平时戳磨我的时候 你他妈的一个屁都没有 你现在算是干嘛的 你算什么男人 你算什么东西 我用尽全身的力气 愤怒让我的眼泪喷勃而出 我几乎有些疯狂 所有人都被我的阵势吓住了 他们没想到 平时大气不敢喘的小绵羊 今天怎么还要咬人了呢 妈妈先走过来 把我抱住 他没想到 平时只抱喜不抱忧的我竟然默默地 受了这么多的委屈 我在妈妈的怀里 失声痛哭 爸爸本以为我 这次也是小打小闹 过几天就回家 老老实实地过自己的小日子了 但是经过我这一番哭诉 他的脸也被气得铁青 老太婆依旧强势接话 哼 你们一家人 也别在我面前演戏 小许都告诉我了 你们的离婚协议都签完了 钱财都一人一半 别的都行 你那套学区房 我们家必须也要分一半 只要你无以答应了 马上就可以领离婚证 要不然 即使分居两年 咱们之间有经济纠纷 这婚你也别想着离 原来 他们是在这等着我呢 那套房子 是我结婚前 爸爸花一百万给我买的 初中就是觉得 女孩子无论如何在社会上 还是弱势群体 有一个房子加持 能让我更有底气 房子买了过后 周围又是修地铁 又是建小学的 价格直接翻倍 他们老梁家人算盘 打到这来了 这是在想批吃呢 我妈呸了一口 比移着说 还没到睡觉点呢 你就开始痴人说梦了 再说了 我和孩子爸 还喘着气呢 谁也甭想 在我孩子头上拉屎 我借着妈妈的话说 房子你们一分钱都别想 婚前财产公正书上 写得清清楚楚 那个房子是我个人的婚前财产 你们别再做梦了 赶紧从我家滚出去 梁许爹妈还想说些什么 就被我爸连推带嗓地往外捏 我爸怒不可遏 对梁许吼 结婚的时候 你是怎么答应我的 你会永远呵护他 现在你就是这么兑现 你的承诺吗 快点滚出去 别逼着我大嘴巴抽你 我爸从来都很看重他这个孤业 甚至有一年过年 梁许都没有问候我爸妈一句 但是爸爸却说 他是国家公职人员 盲点很正常 总是告诉我 不要动不动就和梁许吵架 我不知道的是 原来爸爸也是如此的互犊子 梁许面对着我爸的质问一言不发 接着他们全家 就这样被我们撵得狼狈地走了 我在妈妈家住得开心 唯一的困扰 就是老太婆和他那该死的老公总是来电话骚扰我 问我要房产的一半钱 本来那套房子交通便利 租户不断 但是不想让他们再继续骚扰我 现在想打算趁着最近房产市场火热 把他出手 重新做投资 但是突然地冒出来的画面 让我暂缓了计划 是那日 我突发奇想 想看一下 养在我和梁许房间内的小无毛猫 毛袋是不是依旧活蹦乱跳 当时这个隐形监控 也是为了看小猫他有没有打翻家里的东西 或者偷偷跑出去之类的情况才买的 但是又怕他乱爆 踩坏镜头 所以我安装得非常隐秘 隐秘到除了我其他人都不知道 我打开监控 翻找小猫的踪迹 但是画面中我没有看到小猫 却看见了脸色阴沉沉的老太婆 她在那个不属于我的家里 东翻西洋的 似乎是在焦急地找着什么东西 那个房子里面没有现金 金银首饰也被我之前离家的时候都拿走了 很明显 老太婆没有找到她想要的东西 她面色趋黑地摊在沙发上 会是什么呢 会是什么东西让她这样的焦急呢 我脑海中也拼命搜索 在好奇心驱使下 我翻看起之前的监控画面 好家伙 感情这老太婆 在我那个之前的家里也没闲着 就在儿子领女人回家的前一天下午 她妈竟也领来一个 来的那人我画成灰都认的 是那个给我摸卖的老神棍 我恍然大悟 自从我上次在行政大厅 拿出那淫乱的影响后 婆婆就不时地来这个房子里翻一翻 就怕也拍到关于她不该拍到的画面 原来老太婆找的是我的隐藏监控呀 我在画面前抿嘴笑了 被我抓到了 我亲爱的前婆婆 从监控画面 我看到老太婆把那老神棍带到家里了 起初也只是互相说说彼此生活的不如意 后来渐渐地上手了 再后来画面逐渐不可描述 我在投影荧幕前 像被人为了驱一样恶心 怎么都一把年纪了 还这么生猛的吗 这一段黄色录像太辣眼睛了 我没看完就赶紧关掉了 真是可笑 她有这么多的技巧 怎么不教教儿子呢 娘两个无话不说 怎么没交流下这个 毕竟她那宝贝儿子梁许 可是个五分钟都不到的渺难啊 我庆幸自己那些天出差 在外地没在家 回来就请宝洁打扫 并且发现了梁许的猫腻 要不然就该是我每天睡着 这张如此高利用率的床了 忽然一下子就理解 那个过气女明星前夫 烧床垫的花边新闻了 放我身上恨不得连着床一块烧 还好 现在关于那个房子的一切 和我没有关系了 这时 丁的短信声打断了我的思绪 打开一看 又是老太婆 又是恒久不变的主题 要钱 好吧 现在连老天爷都帮我 要是再给她机会 就是我的错了 亲爱的婆婆 这回是甜果还是苦果 您就自己承担吧 我聘请了之前工作时 接触过的私家侦探 和她一起秘密地跟踪婆婆 观察她的一举一动 我们看到她平时除了和小区院里的老太太 嚼舌根 就是回家给老公做饭 只有每周三下午除外 据我所知 她之前和儿子聊天时说过 每周三都会和她那迷信群友聚会 祷告 而那个时间 恰好是公共固定外出 和朋友练习跑步的时间 公共人高马大 酷爱田径 参加过好多老年的田径比赛 我过往恨他们全家恨得不行 根本都没关心过这些时间上的巧合 线下我跟了几个星期 就摸透了老婆婆的规律 她每周三准时会和给我摸卖的老神棍私混 我婆婆向来抢免费鸡蛋的主 私混时自然也舍不得花几百块开房 所以他们去的都是免费的地方 除了我原来的那个家 他们最常去的是城郊的森林公园 竟是打野战 我和那个私家侦探都惊了 我们相识对望 心中无数的草泥马奔过 老年人都这么生猛的吗 这他喵得玩得比年轻人都话呀 我冷静下心情 回到家贫富情绪 心里已经有了规划 转眼又到了礼拜三 私家侦探告诉我 我那亲爱的老婆婆又打车出发了 我打了个响指 是今天了 飞快地给正在体育场练习田径跑步的公公打电话 告诉他我想清楚了 同意给他们家学区房一半的钱 合同我都准备好 等着他和婆婆签字就能办理过户了 公公被这个天大的好消息砸猛了 满口答应下来 他放下我的电话赶紧联系老太婆 我这公公一直以来将他媳妇的话奉为圣旨 我和梁许没离婚前 她就是和我那前婆婆一个鼻孔出气 现在有了这样的好消息 她必须马上报备 但是这通电话如我想象的一样 老太婆进了邻区 没有信号 根本打不通 公公又给我打电话说没联系到 我装着震惊 忙答道 不可能呀 我刚刚还看见我妈打车去公园了 爸 我开车拉你去吧 我知道他在哪呢 公公被喜悦冲昏了头脑 甚至练习田径的钉子鞋都没换 欢欢喜喜地上了我的车 美美地幻想着 拿着赖来的钱如何挥霍 连我的车是开往哪里都在意 我接着忽悠他 爸 之前是我不懂事了 你们以前对我那么好 我不该死死地守着一套冰冷的房子 现在我想通了 留着房子也没有用 不如孝敬你二老 老头子的嘴里到了耳朵 甜不知耻地说 你早就该想通了 早点给我们过户 说不定我和你妈哪天心情好 给你美言几句 重新接纳你回我们老梁家 我笑了笑 随即将油门踩到底 再和他这种不要脸的人多待一分钟 我都能吐出来 终于到了森林公园 我看到了那个私家侦探 他给我比了一个我们之前就约定好的手势 一切顺利 我也看到了那对在树荫下交叠的身影 我手指着大树下 洋装惊讶 爸 你快看 我妈好像让人按着地上打呢 我情绪激动地和公公说 哎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妈怎么让人揍了 听到自己的媳妇被别人打了 说时迟那时快 真不愧是搞田径的 老头一下就冲过去了 偷欢的两个人 在这场性爱中正值高潮 谁都没有看到边上站着的 满脸凶光的公公 老太婆还在享受得哼哼唧唧 和那神棍正颠缆捣缝 不知天地为何物呢 公公此时气得已经失去了理智 他脱下自己刚才没有来得及换的钉子鞋 猛地推开在老太婆身上 做活塞运动的老神棍 终于老太婆清醒了 看清来人后 吓得脸都没了血色 公公手上的鞋冲他的脸上呼来 钉子鞋下面的尖已经炖了 砸在人脸上 历时就是一个血淋淋大口子 公公此时已经完全疯狂了 本来就是搞体育的 力气就像是用不完似的 其实就算是他手里没拿家伙 也能轻松地把老太婆的骨髓打出来 更别说手还攥着钉子鞋 一直猛砸婆婆的脸 刚开始老太婆还会反抗 不停地求饶 这是怎么了 你不可能知道我们在这的 我错了 我错了 我真的再也不敢了 嘖嘖 那真叫一个血肉模糊啊 以至于最后都分不清是人的脸 还是一块大血饼了 后来老婆婆已经像是一条死鱼一样不动了 结束了这一切 公公终于将他举起的鞋放下了 正正地不知所措 再回过神 他仓皇地逃走了 至于那神棍 他本身就是看中我那前婆婆能免费使用的气质 现在东窗事发 面对五大三粗的公公 哪还管得了他呀 光着钉就跑到了大街上 冷静下来以后 才慢慢地想到报警 警察很快就来了 一起来的还有接到通知的凉许 现场已变成一片血色海洋 梁许这种乖乖的妈宝男 几时受过这么强烈的冲击 直直地就向后晕去 现场目击证人 就是那个恰好在这观光散心的私家侦探 证据就是他恰好拍下原本记录风景的视频 视频里公公一下一下凿人的画面异常清晰 案情已经清晰 一天不到警察就抓住了梁许他跌破了案 我去警局做笔录的时候 看到了前公公和梁许 只看到公公一身狼狈 失神落魄 嘴里没有意识地喃喃道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而现在一旁的梁许眼中也无甚生机 他工作上受挫 同事也在背后指指点点 再加上现在爹妈发生了这样的事 让原先意气风发的少年已经被折磨成中年大叔了 他也看到我了 但是没有上前 还是一塌烂泥式地钉在椅子上 我从他身边走过 他呼得就抓着我的手腕 我看向曾经亲密无见的爱人 他目中无光 涅如地问我 这一切都是你做的对吗 你在报复我对吗 我如今情绪里只剩下了淡然 也冷静地回答他 事实警察会调查清楚的 你我多说无意 我松开他的手 转身就要走 他在后面喊 明天抽空就把证领了吧 别再互相折磨了 我头都没回 流下了一滴泪 不是为良许 也不是为公婆 只为了这些年受了这么多委屈 还一直隐忍的我自己 最终 我那偷情的的前婆婆 眼睛被钉子鞋扎下了 送到医院 大夫认定其出血过多 神志不清 总结下来就是 被打傻了 公公被抓后 如实地交代了案情经过 因为其故意伤害罪 情节严重 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而良许 他没分到我兜里的一分钱 我们就这样地离婚了 从此从此大路朝天 各走一边了 再从朋友的口中 再听到他的消息时 我正开心地数着那套婚前买的房子的年租金 数钱数得乐呵呵的 仿佛一切都释怀了 爸爸妈妈也松了口气 庆幸自己女儿没有被拖下苦海 一切都在向着好的地方发展 我副业做得风生水起 账户里的潜力滚力的 已经足够我后半生自由自在 不用再在重复黄脸婆般日复一日繁重的家务活了 我越来越觉得家庭是一座围城 后来每次参加亲戚朋友的婚礼时 看着大家前扑后继的往婚姻生活里面扎 心中总是不免五味杂陈 婚姻对于女性来说是一场豪赌 付出那么大的精力到家庭中 如遇良人尚好 但是如若没有呢 那婚姻中的爱就成了建在沙滩上的城堡 一阵风 一个浪花 就能轻而易举地将它击碎 但是此刻的我坦然自在 别人的话语已经不会分毫地动摇我 因为此刻的我已经内心足够强大与豁达 我终于自由了 以后我也不必向上一辈子 时时刻刻地否定自己 深陷情绪的淋雨中了 钱是人的胆 通过我自己的努力 现在我有钱了 可以胆子大了 也可以给我自己 父母更好的生活了 再见了 上一辈子一直折磨我的公婆 妈宝 以后迎接我的将会是光明 是快乐 是追求属于我自己的真爱和自由 交流 相当 的 这会儿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